赵丽颖首次合作胡歌带来新剧,还没开拍,刮起一阵的话题热点风,大家都知道,最近两年赵丽的风头很盛,演什么火什么,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火招牌。 除了赵丽颖,演员胡歌也是大家公认的好演员,不过这两人出道多年却一直未合作过,虽然之前有传言,两人将合拍你和我的青城时光,但是最后在开拍的时候,却突然换成了新人金汉,让网友们觉得十分的遗憾。 不过最近终于有消息传出,赵丽颖胡歌终于要合作了,主演苏东坡,这次的消息还是非常可靠的,有媒体从刘晓川老师口里得知的,该剧将由郑小龙导演指导,郑小龙曾指导过《甄嬛传》与《你乐传》,这两部也绝对堪称经典,相信由郑小龙指导的剧都会很火,再加上胡歌和赵丽颖的加盟, 这部苏东坡恐怕又要创下新的收视记录了,赵丽颖和胡歌合作,势必刮洗一阵的话题热点风,观众也是激动不已,相信二人不会辜负我们的巧手一盼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